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3號星期五 股市還是在整個等變之中 由於這個月的股市 是從二號的低位24,232點 一直上升到十號的高位26,474點 等於說七個交易天之內 股市已經上升了2,242點 等於說走的部分是比較快的 所以在高台稍微有一點整顧 其實很正常的 直到目前為止從26,474點的回調 最低最低暫時是在25,909點 等於說經過了2,242點的上升之後 股市就回調565點 算起來只是25%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當然比較敏感的就是徐天線 現在徐天平均移動線已經上升到25,647點 相對現在的指數只有相下大概400點而已 要是股市再進一步彷彿而碰到徐天線的話 那等於說整個股市雖然是先低後高 可是暫時來說已經是沒有一個力量去進一步往下 尋找這個低位的 說到這一點大家應該留意 前兩天的成交還有2,338億 也有2,674億 可是根據而來的成交就減少到1,671億 到今天來說到目前為止大概是3.25分鐘的水平 成交只有1,200多億 那等於說股市的往上衝高的動力 好像是已經是一點一點減少 現在指數在26,000點 要進一步往上創這個月的高位 不是不可能 可是一定有足夠的動力 暫時看起來就是沒有這個動力 所以變成來說在高台暫時 我覺得雖然說先低後高不變 指數還是穩守在10天線以上 可是再看看成交方面不太足夠的話 那高追的朋友就要小心一點點了 我們看看今天的指數 找到行程指數先低開55點到26,114點 直到目前為止下午3點15分鐘的水平 最高的指數今天是26,143點 最低是25,909點 等於說在這個300多點一個波幅裡面 股市是一直在整股 一直在反反复复這樣子 說真的暫時問題不大的 最低限度 恒生指數還是走在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上 可是要是你再看看那個成交方面不太足夠 我就有一點擔心了 畢竟這個月剛才我提到了 七個交易天積累累積的升幅有2,242點 還有一點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月的那個3號有一個上升的列口 到5號出現另外一個上升的列口 到星期一9號的又再出現第三個上升的列口 第一個上升的列口有203點 第二個有250點 第三個有150點 那等於說在七天之內出現了三個上升列口 當然這個走勢是很漂亮 可是問題就在哪裡 就是說新經濟的股份 暫時來說好像已經見了這個聲浪的高位了 已經出來了 剩下的就主要南籌 傳統的南籌 傳統的南籌 稍微做好一點點 要是說 新經濟的股份暫時在整股在消化之中 而傳統的南籌 那個往上走的動力 開始有一點點改變的話 那整個股市就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退上去了 不要忘記 股市 寒生指數要往上走 一定要看主要南籌的表現而定的 當然要是說其他傳統南籌不動的 騰信阿里巴巴美團點評跟京東不斷往上衝 大家基本上不介意的 可是現在騰信好像是在反腐當中 已經是進入一個消化之中 阿里巴巴更不用說了 所以變成來說 暫時新經濟的股份 可能在一個 中期深厚的一個正常的消化的階段之中 而傳統南籌雖然是有一點反彈 可是那個力度好像有一點點 可能減少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任何佈局還是保守一點點比較好